终于搞定了我的摄像头,给你看一下 我新买的一个摄像头,Desk Fetch 2K 的 我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反正先测试一下,看一看 最近也是买了很多的设备,来测试一下 想试试看做视频吧 上周四我们有做一个直播 其实我们就非常想总结一下 我自己在做这个直播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验 当然,我自己也不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 又知道我自己的咬文嚼字 这个叫做一阳顿挫 过去很多朋友跟我讲过我的讲话的问题 但异扬顿挫 这些东西需要一段时间 需要一段时间把自己去纠正修改 争取越做越好 可是我想公式直播上面 其实位置在学习很多的东西 包括在准备的过程 那上周的直播包括两周前 我也尝试在FCloud主持节目的一个直播 虽然是第一次的直播 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 我很依赖我的稿件 因为不看我稿件的时候 我会分析我自己会有很多的 灯阿灯阿 因为我试过今年在年初的时候 在背后也录过一些广播节目 那录的时候 我会发现很多的阿灵在里面 所以我一直想要作证自己的这个问题 另外是因为是直播 所以呢 我会担心自己的临时的 硬场的能力不够强 所以在直播的过程中 会怕讲错或者临时想到的话 不知道怎么样去很好的组织起来讲出来 所以就会出现自己会依赖的 看着屏幕的表情 同时直播是两个人的对话 所以我在看的时候 我会对着屏幕去看 而没有去看镜头 那也是一个最近我想要去练习 就是在讲话的时候 对着镜头 对着镜头去讲话 尽量的学会不再依赖屏幕 所以呢 我今天就录这个视频 想要给自己一个小小的锻炼的测试 然后可能不定期的会把一些朋友给我的问题 其实我有很多的朋友 常常会问我很多很多特别的问题 我想把它们整理出来 做成视频 来分享给大家 告诉大家 那我知道上周四 其实在直播的过程中 就是我还是有很多光在我的身上 可能是从一个零的起点 一点点进度起来 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东西 你要去学习 去修改 看着我进步吧